哈喽大家好 我是Je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各位朋友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它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 哪个人的现状跟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 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 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 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这些讯息 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真的面对 或未来会预见的一些状况 在我的频道 我会建议你参考你的太阳 月亮 上升 晶器之外 你也可以不需要 局限任何的星座 或者是星盘的位置 你可以点选 特别有感觉标题 或其他的星座影片 顺从你的直觉 或跟随宇宙的指引 我相信在其他的影片 也会有适合你的讯息 等待着你去挖掘 那我的影片呢 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 什么时候看见 就是最适合的时间 非常欢迎你 前后推敲两到三个礼拜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 来到我的频道朋友们 那请注意啦 本频道呢 是非常讲究灵活 运用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 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呢 在排卡解读的过程当中 这些相关状况 让人事物事件感受形容词 要请你能够自行灵活运用 去做一个替换 因为我没有办法具系迷移 去形容到每一个人的状况 但会尽可能的 去跟你说明举例 让你能够了解 这个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 会按照排阵跟排液 去解排的人 我是按照自己 对于能量场上面的感知 身为一个传讯者 去转化为文字 让你能够了解 其中的内容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请进入到今天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哈喽 处女座的朋友们 各位海底刀 大家好 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处女座的朋友们的 既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我们既能量运势排卡解读呢 它没有时间上面的限制哦 所以呢 如果呢 你不是在我们首播的时候呢 看到这一支影片呢 我会建议你前后推敲呢 大概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或者是呢 以你当下看到的这个季节为主 好吗 OK 那在我们的资讯栏 有详细的影片说明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说明 有关于这一次的这个 既能量运势排卡解读的 整体架构跟流程哦 那我们这一次呢 既能量排卡解读 分为上下半场 OK 上半场的部分呢 也就是本季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我们会来说明 有关于这个 各个月份的能量场的现状 还有细节 接着呢 我们就会用这个 宇宙的验证排卡 来进行一个说明 然后来看看有没有什么 重要的症结点要特别注意 OK 那紧接着呢 我们就会进入到 下半场的延伸排卡解读 那下半场的延伸排卡解读呢 我们共同一起来讨论 在每个月份呢 你有哪些 特别需要注意的情绪关卡 以及呢 有什么样要实际学习的 这些人生的课题 那最重要的是 在每个月有哪些 必须要去把握的 转折跟契机 那最后我们就会 来进入到这个 大家最喜欢的 宇宙传讯的部分 好吗 来听看看天使跟宇宙 有什么讯息 希望透过我来传递 给处女座的朋友们 OK 好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 我们就准备进入到 这一次 你的尽量运势排卡解读 首先呢 在台面上这边呢 也就是你的10月 11月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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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份的能量场 这三张牌卡 是你整个季度 也就是这整个 三个月的主轴 那这一张呢 没有翻过来的 也就是你的王牌啦 那等一下呢 我会来告诉你 这个王牌 要怎么样做使用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就准备 来进入这个解读 好 请给我一点时间哦 让我去感受你 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跟细节 OK 好 OK 好 我觉得呢 处女座的朋友们呢 应该在这个 三个月份 也就是这个 季度过程当中哦 我觉得你好像 在寻找一个归属感 跟独立性的 一个平衡点 OK 就是说 比如说假设 你想要有 自己的做事方法 可是公司 可能有公司的 既定流程或文化 或者是比如说 假设 你想要维持 自己的独立性 但是你可能在一段 婚姻或感情当中 你又要保持 这种就是 群体的融合的平衡 类似像这样 我就稍微举几个例 你稍微能够理解 就是你要如何 保持在自己的状态 但是又可以 跟别人互相融合 我觉得会成为 你在这三个月 以及这个季度 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轴 OK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好不好 首先呢 在十月份的时候呢 你抽到的是女祭司 抽到的是权杖适者 还有抽到的是圣杯酒 OK 我个人会感觉 在十月份 这个状态当中呢 有一点像是说呢 你现在在交手 这个相关状况 人数啊 我个人会感觉呢 你在学习 试着能够让自己 做自己想要 开心快乐的事之外呢 甚至我会觉得 某部分的 处女祖的朋友们 你应该是有一个目标 希望能够在年底完成 因为这个圣杯酒 上面其实是有很多蝴蝶 我总觉得 你可能在等一个好消息 或者是在进行一个专案 或者是有一个目标 你是希望可以在年底之前 就是十二月之前 去把它 怎么讲 有一个成功的结果好了 或者是呢 能够达到你想要的 这个水准 这样OK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呢 你在十月份的时候 的确是还有某部分的重心 是放在这里的 比如说要加紧你的脚步啦 因为剩下三个月 年底就要过啦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权杖适者 给我有一种感受 就是我觉得在这三个月的 刚起头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不仅在追求这个年底之前 可能要结案的什么东西 我不太清楚 因为每个人状况不太一样 但是呢 在这个赶路的过程当中 也就是在十月份的过程当中呢 我个人也会感觉 你也会设定一些新的目标 比如说假设好了 这个我就拿那个工作来讲 那你们可以自行套用 在你们自己的交手的 相关状况元素当中 灵活运用好吗 比如说假设 你进入到这一个公司 那在年底之前呢 我们可能有一个案子要完结 对不对 所以你很努力的 在试着把这件事情 能够去把它实现 然后呢 这边这一个人 就是这个圣杯酒 你可以注意看 他在这边 其实是有一个洞穴的 这个洞穴 他抓了这些蝴蝶 放到他自己的肚子里面 这给我 这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 这些东西啊 一定要我做得开心 OK 所以现在公司派给你这个东西 我觉得你是游刃有余 或做得还蛮开心 或者是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截止遇到一些挑战呢 你都有办法去消化它 OK 所以我会觉得 即使或许它不是什么 你看到这个案子 你会非常的快乐 但是在解决过程的这些当中呢 我觉得你得到很多 那也是另外一种快乐 所以呢 这个权杖的这个适者 给我有一种感受 就是对 今年年度的目标要结束了 但是我正在放眼我的未来 我会感觉呢 你会发现说 可能会有一些主管会交代一些事情 或者是比如说 在你交手这个相关状况 人数当中 你有下一个目标去进行 所以我感觉 在一个快乐完结 另外一个又要启动的 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个人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 你抱持着这个状态 是属于 怎么讲呢 边走边看之外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 这个能量场合 就是 比如说假设好了 你的主管 他有他做事的习惯 比如说步骤是 一二三这样 可是你的步骤 可能是四五六 这样子 OK 然后呢 你可能跟这个主管 在商量 这个你们想要 共同前进的新的专案 或新的发展的时候呢 你会愿意 先尝试退一步 试看看 一二三是什么 你可能会暂时 把自己的四五六的方式 先收起来 OK 那这个一二三 让他去进行的 这个过程当中 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像象征 你手上拿的这个黑胶唱盘 有点像说 我先让他该唱的 他该怎么演的 他想要怎么做 我先依着他 没有关系的 但我很清楚知道 我自己喜欢什么 我自己想要什么 我自己能够拥有什么 或掌握什么的四五六 我自己很清楚 所以我感觉 你有点像是退让一步 但是好像是用词呢 用这个方法 去得到更多发挥的空间 例如说 你按照这个主管的一二三 这样去做 他有这些新的企划的安排 殊不知呢 你就先让他演嘛 你就先让他做嘛 你就先听他的 结果呢 中间出了疲漏 中间可能出现了一些状况 又要你去解决 这个时候 你就把四五六拿出来用 结果这个主管就看到说 其实处女座 你这个四五六 看起来效果还不错 这个时候 你反而就抓到一个机会了 抓到一点空间了 或者是抓到一个 转变这个立场的 这个 我觉得像是一个怎么讲 怎么讲 我就讲机会好了 所以呢 你反而 就是不费吹灰之力 说服了这个主管说 其实我一开始 就告诉你四五六了 可是我想先让你看看 你自己的一二三 这样OK 那我们现在 是不是要好好的来商量 我们到底是要 一二三四五六 还是一三五二十六 OK 所以这边呢 这个能量才很逗趣的 很有趣的 但我觉得跟 某部分小众的 这个处理座 你在经历的事情可能有关 所以我可能有讲到你这个 你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 在十月份 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 但是你不会因为这样生气 我的意思是说 你因为这样先退一步 不是为了生气 或者是我看你 就自己滑铁炉 或者你自己要怎么收拾 不是的 我觉得你的心态是 你希望这个东西走得稳 你希望这个东西 有改变的余地 你希望想要尝试看看 能不能够去转变这样的 怎么讲 转变这样的情势 我就这样说 所以这一个等待 这一个慢慢一步一步慢慢来 我觉得你是愿意在十月份 投入更多这样的一个心理或耐心好了 那在十月份的时候 其实你还有一个这个叫做女祭司 这个女祭司手上是有拿着一个手券的 就像是拿着一个合约 我给人会感觉 这个女祭司给我有一种感受 这个就是你本人 我个人会觉得 你看后面是一片蓝天 然后这个是一个鸟巢架在一个很高的上面 没有任何其他的遮蔽物 我个人会感觉 你在十月份的时候 你心态是来到一个 我很稳当的 我很妥的 你要演一二三 你先去演也没关系 因为我自己很清楚知道四五六是什么样的东西 而且在这么高的地方 完全没有任何遮蔽物的状况 我觉得你也是老神在在的 我总觉得你会有一种兵来将党 水然土焰 反正我大概也知道你这个一二三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没关系 我们就等着看 我就准备用四五六来收拾你 要顺便也说服你 所以我会感觉在十月份这个状况 我觉得你是像这个女祭司一样 很气定神闲的 很有自信的 很有把握的 那手上这个手券的这个部分 我个人会感觉 这是代表一个东西叫做胜券在握 所以我个人会感受 在这个十月份的时候 不仅可能你会有一个好 不错的好消息 在年底之前 可能可以达标 可能可以得到你想要的这个结果 当然新的计划它也在前进 所以在这样子忙碌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比如说在这样子的 这种衔接的过程当中 我个人是觉得 你整个人是蛮稳的 蛮妥的 然后还有一个状况是 我觉得你也不慌也不忙 你觉得这些东西 好像都在你掌握之中 然后你会用一个 我觉得在十月份 给我有一种感受 你会用一个比较有创意的方式 去解决你身边所遇到的 相关状况人事物 所以我个人会感受 在十月份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尝试一些别于以往 不一样的做法 或不一样的说法 或不一样的解套的这些方式 可能或许会给你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个是十月份最后 我感觉这个能量 最后有一点点这样子 想要告诉你的一些小小的 我算撇步啦 好不好 小小的这个 我觉得小方法 那来到十一月的时候 我个人会感觉 这些所有的东西 这些动能 都在持续前进的同时 你在这边抽到保镜1 抽到权杖1 抽到钱币3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跟你讲 你在这边 先让着对方 先退一步 让他眼看看他的123 来到这个十一月份的时候 这边就很清楚明白了 这个是保镜1 这个是权杖1 这个是钱币3 我先跟你讲这个钱币3 好了 这个钱币3 有点像是说 好了 那现在搞清楚 讲明白了 主管 你现在知道123不管 用现在改朝换代 四五六比较先进了吧 有跟上潮流 这个时候 这个钱币3 这个状况才会出来 为什么呢 你看这两个人是一对恋人 但是他们彼此是蝴蝶 这是什么东西呢 来 这个有点像是说 我告诉你 现在你交手 这个相关状况 人数有点像 你的怨中之鳖 有一点像是说 这就是为什么 我跟你讲 你有点气定神弦的意思 就是说 不管他出什么招 你都应付得来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 你就在那边等着看 OK 所以来到这个11月份的时候 并程是这个 跟你交手相关状况 人数 事件梦想或目标 他反而会觉得说 我觉得他是一个不错的人选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才 或者是这个人 我觉得他在回答事情的方式 我觉得很专业 等等之类的 或者是这个人 可能在关系当中 他会认为你是那个好的人选 都可以 你们就套入你们自己的状况 所以相对的 这个机会被机会吸引 然后别人也看到你的价值 那这个时候 你注意看 这边是一对恋人 然后这个蝴蝶 为什么呢 你知道这件事情 其实可以按照 你想要的方向去前进 就算不按照你想要的方向去前进 其实你也不会因此而感觉到 什么受挫啦 动摇啦 或者是灰心啦 都不会 我个人会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讲 这个人有点像是一个 怦中之鳖 这个机会有点像 胜券在握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 当你们两个 携手合作的时候 你们在交换什么呢 交换是这个月亮 OK 这个月亮是什么呢 这个月亮有一点像是说 来 这个主管跟你讲 哎呀 对不起啊 祝你做的朋友们 当初我没有想要用四五六 那是因为我们公司从来没有创新过 所以我觉得有点冒险 那你呢 可能也会跟这个人交换 我感觉这边某部分的人 你会跟你交手 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进行一个非常深刻的交流 这是某部分的人 那有一部分的人 你们可能是交换讯息 或者是交换条件 都可以 反正这边有一个东西 是要交换的 OK 但是这个交换 是为了换取彼此之间的信任 要换取这个机会 来进行一个合作 或让这件事情 可以顺畅的 这个推展下去 所以在交换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比如说 就像我刚刚举例的 这个老板 这个主管告诉你 他的concent就是 他的顾虑是什么 你也跟他告诉他说 我可以理解你的情绪 所以呢 我愿意伸出手来接住你 OK 我们都有各自各自的顾虑 但是我们应该要说清楚 想明白 这个合作才能够成行 好 那这一张呢 情避三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是 你注意看 这两个人啊 来你注意看 我倒过来给你看 这个道理呢 很有趣的 他是人 他不是蝴蝶 他是有头的 这边是没有头的 好来 这边呢 我给你看一下 这里有一根 这个很像是一个蜡烛的东西 好 我就跟你讲 这个 你们去想象一下 这个很像电灯泡的那个屁股 好 这边呢 是有点像是一只蜡烛的东西 好 那这个人呢 我个人会感觉 你注意看到 这个人是头是蜡烛 这个人是手拿着这个瓶子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 你交手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他可能会在11月份的时候呢 他透过你 然后有了一个像是一个aha moment 或者是突然好像有一种唤醒他 或者是让他更加理解他自己的状态也好 或你们的情势也好 或你们的关系也好 而另外一个人是他可以紧紧抓住 这个人为什么以前没办法想通或顾虑的地方 他能够handle的很好 所以这个合作才会成型 所以呢 来到这个11月份的时候呢 这个保健衣跟这个全杖衣呢 就有点像是说 你看哦 这个是一个全杖衣 一个很有自信的这个女巫师 在这边调着这个药 这个保健衣呢 是一个女生 头也不回的拿着保健 就要像这一片乌云呢 冲过去了 这边呢 会让我有一个感受就是 在11月份的时候 我感觉你跟这个交手的相关状况人数啊 会愿意近视前嫌 然后愿意能够互相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跟你讲 你们这边可能会互相交流啊 交换啊 或者是什么 就是这一锅汤 在这边搅和着搅和着 OK 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搅和着 拿着这个保健衣啊 向前走过去的时候 就有点像说 我们近视前嫌吧 过去就是过去 我们现在的是要朝向新的挑战 向前走吧 所以拿着这个保健 头也不回的 就是背对着我们 他现在是背对着我们嘛 是不是这样说 OK 有一点像是说 即使是刮风下雨啊 我们都要能够共同努力 或者是去突破 所以这个女巫 为什么会非常有自信呢 原因就是因为呢 这张权杖一啊 它是拿着权杖 在搅和这个新的开始 意思是说 我知道了 既然这个是你的弱点 那你需要更多的风险评估 那不然这样吧 我就来帮你做这个 预算上面的限制 对吧 那既然呢 我个人会觉得 我在这个 比如说在哪方面不够足够 但我觉得你比较有经验 那我们就来交换吧 我觉得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点像是在慢慢商量出 谁的强项是什么 弱项是什么 我们该怎么样的分配 然后进行这一股交流 所以让这些过去的东西都过去 因为你们看到的是更加光明的未来 或者是全新的展开 所以来到12月份的时候 你抽到是钱币酒 抽到是保健国王 抽到是圣杯二 这几张牌卡呢 就是为什么我会感觉 我开头有讲 你想保持你自己的独立性 但是你也要试着跟这个团体 或归属感或这一段关系 进行一个融合 所以来到12月份的时候 我觉得这就是非常棒的一个 我觉得算是 这中间的摩擦啦 或中间的这些经历啦 来到这里呢 稍微来到一个 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个 怎么讲呢 里程碑啦 好不好OK 因为啊 这个圣杯二 有一点像是说啊 其中有一个人啊 他已经可以稳稳的站在这边 他感受到满满的安全感之外 另外一个人啊 好像可以猝死他 让他更有动力的向前走 所以我感觉啊 这个不是强强联手 这个有点像是说啊 你这边不行 我push你 你这边需要我 我支持你 所以这个好像是在一种 很和谐的 这种你来我往的过程当中 而不是说我们两个都很强 我们就一起向前踪吧 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啊 说水舞交流有点夸张啦 但是有点像是 你农我农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慢慢不断的去培养 彼此之间的这种重要性 或者是信任感 或者是这种伙伴 这种我们要有一种 怎么讲共事的这个感受 所以这个电人牌卡 给我的感觉是非常之良好的 然后呢 这边这个钱壁酒 跟这个宝剑国王呢 我会感觉啊 就是你们找到彼此 都能够独立自主的地方 但是你们也非常清楚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这些计划 还有呢 我个人会感觉啊 你们呢 在交手这个相关状况 人数事件梦想或目标呢 我个人会感觉啊 很多东西是可以商量的 就是可以有商有量啦 然后也可以做一些计划或修改 你们不太介意 就是我觉得你们的危机处理 在12月份会有所提升 OK 这边可能就是 我会觉得说 这边因为还有一个新的计划要产生嘛 所以可能来到12月份 比如说 你的主管跟你的老板 这就是这样子 老板老板 我们下一个季度要开始了 明年我们该怎么做呢 这个地方就有点像是说 我们各自保持各自的独立性 说出彼此的意见 我们来交换一下这些想法 然后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保健国王 更加清楚知道 我们明年要去走的方向 OK 所以呢 即使在12月份的时候 我甚至可以告诉你 我说你做的朋友们 你们有些人讲话难听啊 你也不会在意 就是你知道为什么 这个主管要这样告诉你 你也知道为什么 你会直接了断告诉你主管 说这个方案不行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和平的交流 而不是说什么 我针对你 你这样很差 你这个方法行不通 你这个老国板 不是的 OK 所以我会感觉 你们这边就算 就事论事 直来直往 都不太会伤和气 因为你们太清楚知道 这个就是我在这边 塞三选选 兜兜转转 好不容易找到的一个 很棒的伙伴或伴侣 或者是一个 我想要去到达的目的地或梦想 OK 所以整个这个10月 11月 12月 我觉得呢 这是一个有点像是 在这个交手的相关状况人数当中 可以来到更清晰的一个方向 OK 重点是有还会有一个新的展开 所以我觉得这个新的展开 会让你们之间的这一个 怎么讲 粘稠度 不是粘稠度 我刚才讲错了 那个 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什么 突然忘记 那个是怎么说 对不起 就是你们之间的这个 怎么讲啊 就是粘稠度 不太对 就是这种形影不离 不是那种就是粘梯梯的那种粘稠度 我这边要形容的这种形影不离 是你心里很清楚知道 这个是你可以信任的伙伴 你也心里很知道 如果我需要救援的时候 谁会来帮我 所以我感觉 这边有一点这个军心 会越来越稳定 甚至会朝向同一个方向前进 即使前面这边可能有一些颠簸 有一些出路 或者是有一些 就是意见不合的地方 但我觉得 也是因为经历这一招啊 有一个人啊 选择退让 让这件事情 有一个转环的异地 那当然这个人呢 不一定会是你 也有可能是对方 不过呢 我觉得大概 这个情势就是这样子 那在这整三个月 整个季度的过程当中呢 你抽到的是圣杯果王 抽到的是这个 那个太阳牌卡 还有抽到这一张牌卡呢 我觉得非常之特别 这个我要特别跟你讲一下 我先讲这两张 来 这个呢 是圣杯果王 加上一个太阳牌卡 OK 这张牌卡 你可以注意看 这个女生把这个面具拿掉了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 圣杯果王拿着一个圣杯 可是他头上是一个月亮 OK 为什么我会跟你讲 在这个 你在这三个月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人啊 我个人会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 有一个人必须要好好 扶着另外一个人的月亮 你懂我的意思吗 这个人啊 必须好好扶着 这个人的月亮 那这个没有限男女 你们可以自己套换这个角色 我觉得是因为这个人符好 这个人的月亮之后 反而这个人他理解了 他啊哈 他懂了 他通了 他被点醒了 结果呢 他就愿意把这个圣杯端出来了 而且端出很大杯哦 是最大杯的那一杯 然后这个太阳牌卡 给我有一种感觉 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男一女 好不好 你们可以自己去套用 这个呢 太阳牌卡 这个女生 你可以注意看一件事 我觉得他也经历过 这个蜕变 跟改变之后呢 我感觉 他不仅 可以 你看哦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一个很像是 怎么讲 我会觉得他比较像月亮 他比较不像太阳 但是我会感觉 这个女生 这个太阳牌卡 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 他突然发现 原来其实 我有更多的面向 就是我更加了解我自己了 我也更加了解我对方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觉得这个人啊 你们在交所 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非常有可能 是代表这个人物的 这个人呢 我觉得他抛下了过去 很多很多 他应该要丢下的包袱 借由跟这个人的交流 或借由这一次的合作 或借由这一次的关系 两个人都来到一个提升的位置 所以我会感觉哦 这个交所的相关状况人数 在这整个季度过程当中啊 不仅可以来到一个 更光明的面向之外 还会有这种情绪满足感 跟交流的这种 呃 怎么讲 这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这能量很有趣 就是我们互相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我用水乳交融 有点怪啊 但是就是在这样子 交汇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引导 你们在牵涉在其中的 所有的这些相关状况人数 来到一个更好的状态 因为你注意看哦 这张牌卡呢 是一个人 他全身呢 是被水滴包围的 然后旁边也有两个人 对吧 但是这个不是很明显 就是一个人的形状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有一种感受 这些水滴 象征的就是情绪 其实象征的 也就是这个圣杯国王 所以我感觉这个人呢 你看哦 他上面有一只眼睛啊 你有没有看到 他的手这边是一个三角形 上面有一个眼睛 我觉得这件事情啊 让你跟他 就是牵涉在其中的 这个交手相关状况人数 藉由这个情绪上面的交流也好 感受度也好 经历的这些世界也好 然后去 我觉得这个经历 真的很难形容 就是去体验的这些感受也好 来到了一个升华的一个阶段 而且能够用一个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视野 跟这个智慧 去看待这件事情 因为呢 这边这两个第三只眼是指 你跟对方同时 内在的智慧都打开了 OK 所以我会感觉这个是有点像是你在这一季的过程当中啊 藉由这个相交流的这个相关状况人数呢 来到了一个更好的提升 特别是在灵性跟智慧上面的提升 还有能够把自己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张牌卡还有一个感受就是 能够先把自己放在一旁 而去 而去壮大 这可能是壮大这个合作的关系 或者是去 为了大局 但是这个把自己放在一旁 不是牺牲的那一种 是你很清楚知道你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 所以我才跟你讲说 你这个你会愿意先退吗 先让他演一下他的一二三 你在那边等待使出你的花招四五六 类似像这样子 所以这不是一种牺牲 正是因为你是一个明眼人 你很清楚这样的情势 所以你知道这步棋可以降下 可以这样走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的状态当中 我觉得某部分处女座的朋友们 你已经不在这个受害者的心态里面游走了 你已经变成是有点像是说 我会这么做 不是说我想展现我很大气 我很包容 不是的 是你很清楚知道 如果假设我要这个合作能够成功 或者是我想要这段关系 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那有些东西势必由我先来做吧 所以我觉得你的心态跟想法是这样 反而这件事情就比较顺利进行了 OK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宇宙验证牌卡 宇宙验证牌卡 我会建议你不管是新朋友或老朋友的 最好多来看一下 因为宇宙验证牌卡 其实它会出现一些相同的牌卡 会来告诉我们 这可能是一个真结点 你要特别注意 那当然也会来验证我刚刚所读的 这个能量场上面的内容 有些时候宇宙验证牌卡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请稍等我一下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他们说这整个月份 不是整个月份 整个季度 这几个月份 对不起我一直卡住 对你来讲 是一个人生上面的转折跟跳跃 这是很小众的 然后某部分的人 很小众的初女主的朋友们 你会借此 借此 借由这几个月的这个转变 看清楚 或认清楚 或者是更加明白 你交手的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或你在追求的这个目标 是不是你真心想要的 OK 然后很少 非常知晓的这个 百分比的初女主的朋友们 我会告诉你 你的方法跟别人不太一样 你可能因为就是经历过这些东西了 你变得很明白了 所以这些东西你不要了 不要了不是说你搞了半天瞎忙一场 我不要了 不是的 是因为你很清楚了 所以你觉得这对你来讲 可能不是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了 所以这是很小众很小众的 这个初女主的朋友们的讯息 OK 我移一下椅子 不是什么奇怪的声音 上次我移这个椅子 有人说奇怪 怎么会有一个男生的声音 没有啦 是我在移椅子的声音 没有任何人 OK 好 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验证牌卡 在过去的这个状况当中 你冲到这张牌卡是保健二 还有这个保健适者 OK 来 这两张牌卡 放在你十月份的时候 说实在的 我觉得完全非常符合你 为什么呢 来 你仔细看这个保健适者 他是一个 嗯 我就等着看 嗯 我这手上有这把保健 这个人是有点像是说 我在思考我到底该怎么做 其实说实在 这个保健二加保健适者 象征就是保健三 为什么他们会拆开呢 就是因为有一个人 他可能就说不行不行 处女座 你要按照我的123 我虽然知道你有456 但是我不要 我觉得123比较保健 所以这个就是那一个人 他有一个月亮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人又有一个月亮了 OK 但是这个人是非常有自信的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没有得以洋洋 但是他很有自信 我就拿着这把保健 没关系啊 我就看你啊 但是你在犹豫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从这两把保健挑出来 这把就是我的456 你慢慢选吧 OK 所以这个人说实在的 我觉得有点在看好戏啊 跟你刚刚这个10月份的 这个状况一样 没关系 我不出手 但是高手一出手 便知有没有 你慢慢想 你慢慢想 那为什么这个人 很愿意在旁边等 手上拿着一个圣券在握 就像这个女技师 手上拿着这个手券 其实我个人会觉得 你在这么做 如果你是这个人啊 其实我个人会认为 这个心态跟这个想法 这个能量场感受 有点像是说 我之所以为什么要这样 让你有犹豫的机会 让你有选择机会 让你有考虑的机会 那是因为 我们不想走到这个保健三 所以既然如此 我们不想走到这个保健三 没关系 你犹豫吧 我先把这把保健抽出来 我不要硬要过去说 你一定要按照456 那我就不会造成 保健三这个状况发生 所以这个人呢 为什么会跟你讲啊 老神在在 明眼人 掌控大局的 就是这种聪明人啊 OK 所以这个呢 就是为什么 我会告诉你在十月份的时候 会呈现这样子的状况 那在十月份的时候呢 你抽到牌卡是权杖5 OK 权杖5呢 这张牌卡 你可以注意看到 这些人呢 是在干嘛呢 拿着这些棒棒 不知道在干嘛 在那边打来打去 不知道在忙些什么 这个权杖5啊 其实跟这个权杖1 加在一起 就是权杖6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来到这个 有商有良了 OK 你呢 现在使出这一招 我呢 我也用这一招来对付你 或者是我们在这个 磨合的过程当中 就是权杖5 因为我们还没有走到权杖6 比如说正式出征 或者是比如说 真的是赢车这一场胜利 所以这个权杖5 在验证你的这个 怎么讲 11月份的时候 给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他在一个打磨的阶段 我有跟你讲 来到这边要打磨嘛 你们要商量嘛 有商有良 要交换嘛 所以这个状况当中呢 是在磨合你们之间 可能可以伤导出 更适合的一个解决方法 或相处的模式 OK 那来到12月份的时候呢 你抽到这张牌卡 是一个套 对吧 我就跟你讲吧 这张牌卡 这个塔牌 在验证你12月份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的 这就是为什么来到这边 终于 这个人 我个人会感觉 某部分很想中的 助理做的朋友 我要先提醒你 你在交手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他可能是不太容易 信任别人的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个人会感觉 你在交手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我会有一种感受就是 他是一个很固执 脑袋很硬 或者是死不改的那种人 这种塔牌 他在12月 他才会领悟跟明白 他会领悟到 原来啊 助理做的朋友们 在10月11月 陪我走过这一段 他才会有一种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人 有点前后 都被轰了一下 你懂我意思吗 有点像是 这边经历这些东西 来到这边 然后进行一个交流 到这边 真正大策大悟 百分之百的相信你 或明白 能够理解 我觉得他的阿哈摸门 有一点分 分蛮多段的 我的感觉是这样 所以这个塔牌在这里之后 我个人会感觉 这就代表说 过去的这些不稳定的基础 已经被击垮了 来到这边 这是要重新架构的机会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边有一个恋人牌卡 有一个钱币酒 然后还有一个宝剑国王 我觉得这件事情 已经来到了 就是神月摧毁之后 11月 就是明年的1月 我们终于要重新架构 这个东西 所以来到这里 也就是你整个季度 这三个月 你的验证牌卡是什么 我先帮你调整一下 来给你看一下 这张牌卡就是力量 这张牌卡 是要告诉 处女座的朋友们 在这整个季度的过程当中 你看这个女生 多么的悠哉 我就跟你讲 一定有一个人 是很气定神仙的 我们就等着看 他的态度 就是有一种 我就等着看 然后这个是一个狮子 这个力量的牌卡 是要告诉处女座的朋友们 其实在整个季度的过程当中 你要做的 就是相信你自己 有这个力量 悠悠哉 悠悠然 去在那边看这件事情 看事办事怎么办 这个就是我要告诉你 你要拿出这样子的力量 然后这边有一个圣杯1 你注意看 你有抽到宝镜1 你抽到权杖1 你抽到圣杯1 对吧 是不是这样说 这个圣杯1 其实最终 我可以告诉你 这是你迎来的奖赏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人 可能会开始信任你 我刚刚有讲 你们很小的时候 遇到是很难信任的 很难搞定 很难掰直的 类似像这样子的 最后 你会得到这个东西 他会捧在这个东西 给你的 即使他可能 可能 还是有点害怕 有点迟疑 有点紧张 但是他会把这个圣杯 端给你的 最重要的是 你注意看 这个钱壁酒 是钱壁酒 两个互相验证的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你们各自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是可以保有自己的独立性 OK 但是你们可以共同去创造 属于你们的双赢 所以你们两个人 都会来到一个 更加独立自主的阶段 甚至我可以说出我的想法 你可以讲出你的明白 我们来交流一下 但是我们不会因此去动摇 我们对于我们自己 看法的这个价值感也好 或者是你也没有办法来伤到我 OK 所以这个两张钱壁酒 其实我觉得很好的 我觉得你们是有点像是帮助彼此 来到一个提升的状态 那这张牌卡是一个月亮牌卡 我跟你讲的吧 从头到尾其中有一个人 一定心里不知道有什么样的阴影 或者是有什么担忧 或者是很难信任别人 这个月亮牌卡又出来了 来 这个月亮牌卡 你有沒有发现 这个人就是这个月亮 OK 来 这张牌卡是 我要告诉你 你现在如果真的是我讲的 那个小众的处女作配 你这个楼有丹巴档 这个旅途有点长 你甚至可以 我可以这样讲 你如果是那个很特别的处女作 那个小众的朋友们 你跟这个人 非常有可能从今年年初 达到今年年尾 我可以这样跟你说 为什么呢 你看 这个人 他带着这个河流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是一个城堡 这个护城河 是从城堡这样子 一路走走走来这边 然后这样拿着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个人 跟比较所谓相关状况的人事物 这个人 他是一个细水长流的人 但是 他要去 我这样讲 他可能需要有很多证明 很多证据 很多事实摆在他眼前 他才能够安安心心的 把这些焦虑放下 不然他就会一直捧在手上 还有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会说 你们有些人 可能是从年头 跟这个人打到年尾 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可能性 就是这个能量场 给我有一种感觉是 这个不安全感 就是他的这一座城堡 就是他头上的那个月亮 他本身头那么圆 就跟那个满月一样 跟中秋一样的 这个人 其实我会觉得 这个必须要追溯到 很早很早之前 比如说他之前的恋情 他之前的合作经验 他的原生家庭 历史像这样 所以这个东西 我个人会感觉 这一整个年头 如果假设你是那个人 我觉得你有点像是 帮他穿针引线 让他找到了这个解决方法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他会愿意把这个圣杯 端出来给你 所以这两个圣杯 结合在一起 其实也就是你刚刚 的那个恋人牌卡 所以我会觉得 这一场仗 可能有点硬 可能有点难打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是真的是 年头跟他打到年尾 的那个处女座的朋友们 你也差不多 心里也有点像是 大概也知道 这个事情会怎么走 所以我倒是 不是很担心你 我只是告诉你 这可能是其中 他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原因 你现在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了 最后我们要来揭开你这张王牌 这个王牌什么时候用呢 就是在这个季度 这三个月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遇到一些困难的话 这个可以协助你快速通关 或者是其中有一些讯息 可以让你有所领悟 可以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解套的话 会比较轻松容易简单一点 好嘞 这张牌卡是宝剑八 这个宝剑八呢 是要告诉处女座的朋友们 请你不用太担心 不要认为自己好像受困在其中 你最重要的是要很清楚知道 你要去的方向是什么 你注意看 这边有两艘船 但是他们是朝向同一个方向前进 即将要通过这个黑暗的这个山口 或档口都好了 他们要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在这三个月的过程当中 不要忘了 你依然拥有的是这个翅膀 也就是拥有你的自由 你心中依然很清楚知道 你想要的那片天空 不管你是要选择留在原地 跟这个人继续 从年头打到年尾 还是说你是像我刚刚讲 很少很少很小数的朋友们 经历过这一招 你知道这个东西不适合你 这不是你想要 或者是这对你来讲 已经不再重要 你依然都有选择权 你可以选择你要的自由 你可以选择离开 最重要的是 他们要请你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你没有受困在这个问题里面 唯一只有当你自己认为 你被受困在其中 没有解决办法的时候 你才不会看到解决办法 这个是他们要我告诉你的 因为我刚刚有讲 这个是一个聪明人 这个明眼人 掌控大局的人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 交所的相关状况人数当中 可能遇到一点挫折 遇到一点挑战 遇到一点挑衅好了 或这个人怎么就真的 跟石头一样讲不听 他们说你不用太担心 OK 不要将它视为一个问题 而是要把它视为 解决方法的一次 很好的大好机会 那这样子你们两个人 双方才能从这个黑暗当中 继续向前行驶 还有一件事情 这边是一个保健室 这边是一个保健室 他们也要我提醒处女座的朋友 在这个季度的过程当中 你要给对方有思考的空间 你自己本身你要思考 我们没有叫你说什么 你要很大气 都随便他都回气 不是这样子的 是对方在思考 他在经历成长这些东西的同时 你也有能够拥有这个思考的空间 你也要跟对方要求啊 对不对 你提出这个提议 你这样子做 我总要能够自己消化一下自己的情绪 或想一下我要怎么样反应吧 OK 所以这是一个对等公平 OK 他们要我告诉你 在这个季度 你交所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你也要思考到这个对等公平的状态 这个人能不能终究跟你走到这样的状态呢 要看你们两个的造化 但我个人会感觉 你是一个蛮聪明的引路人 OK 但如果假设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人没有开窍 没有那么聪明的话 他终究可能自己崩壁了 可能就没有办法从这边开船出来的话 那他们要我告诉你 你也不会受困在其胸 所以你不要担心 OK 你可以有自己的思考空间 你要怎么做 你拥有的是这个全然的自由 OK 不要觉得自己受困在里面 还有你不要有拯救者的心态 这也是最后 他们希望我要提醒这个处女座的朋友们 好吧 这个我觉得非常有趣 我很想期待看到你们接下来的发展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好不好 OK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下半场的延伸排卡解读 那在下半场的延伸排卡解读呢 我们会跟处女座的朋友们 共同来讨论 每个月份你需要注意的情绪关卡 还有每个月份要学习的这个实际的人生课题 以及在各个月份呢 你有哪些需要把握的这些转折的契机 最后我们就会来听看看 宇宙有什么样的讯息 希望透过传讯者我来传递给你 好吗 所以如果你愿意以行动来支持本频道的话 欢迎你一起来解锁下半场的延伸排卡解读 那延伸排卡解读的连结 就在我们影片下方资讯栏 我们会把它置顶 也希望呢 所有村庄各位海底老的朋友们 在下一季呢 好来 请发展你的智慧啦 还有你的谋略 我个人是对你蛮有信心的 好不好 然后也在这边预祝你下一季 一切都可以顺利平安 所以这个过去的你 你必须要能够蜕变 你必须要能够转化 你不要忘了 你们两个都是蝴蝶的 所以你会蜕变 它也会转化 你会提升 它也会优化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原谅你自己做到不足的地方 也原谅对方只能做到这里 亲爱的村庄的朋友们 我们想要告诉你 你已经来到了一个能够领悟 什么叫做生命的意义的地方 每一天对你来讲 都是全新的开始 以上就是今天的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我希望其中有一两句话 能够帮助到你 这就是我最想要做到的事情 当然如果有符合你的故事 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我都会尽快去回复你们的讯息 那我是Jen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